本來的重點不是放在感情上 我是跟師傅說我想了解我多點事業 但他沒什麼說我的事業 就是說了愛情 其實最主要是說愛情 就是2020年 他說會有曾命天女 有機會也會閃婚 但他跟我說 他說我的胃不太好 所以他說我的真命天女 在他的領域比較厲害 我說我的胃不太好 他又很厲害 莫非我是注定吃軟飯 然後他就說 胃不好嘛 不能吃這麼硬的東西 但他又說 有可能 他說他的領域好而已 但水的領域可能是股票 可能是搞旅遊 也有機會閃婚 甚至乎有機會比我大 但他也會說 我五十多歲 有機會會有另一段感情 會有一個暗淨的情人 還說到一定會有 但你也知道我向來形象健康 亦是正直 正氣 師傅說過 我一進來的時候 但他就這樣說 我說師傅 你這樣越說越真 我的粉絲聽到 他會立即對我大打折扣 說原來你將來是這樣的 那不是那麼好的 但我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有情人 這些是桃花劫的 但他說我好像五十多歲 五十多呢 好像五十七到六十二 有五年非常旺的桃花 所以我希望這些桃花 會是跟人緣 事業有關係多些